身为群众和全副武装的镇报警察对峙叫嚣 冲突场面触及发 但在人群中引爆现场顿时烟雾弥漫 这抗议场面发生在法国 民众不满年金改革 不止在当地时间1月31号 发起今年以来第二次的全国大罢工 发起抗议活动的工会也表示 在全法国各地也大约280万元走上街头 其中光是在巴黎就有大约50万人参与示威 明显示多数法国人对眼下高通膨 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已经感到愤怒 因此更加反对法国政府 推迟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 从现金的62岁要以后到64岁 而这回二度全国罢工参与人数远比 第一次的119万人还要多 即便造成法国多地交通瘫痪 但示威群众强调 未来几周人会有更多罢工行动 要继续向军施压 都是我们国际中心综合报道